成都大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员齐聚成都 共同参与这场青春的盛宴 赛场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而赛场外一项特色的互换徽章游戏 也成为了一大亮点 近日在成都大运村 随处可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 与志愿者工作人员互换徽章的场景 不少人胸前的证件挂绳上都别满了徽章 一位美国赛艇运动员 自豪地展示了他换到的各自徽章 他介绍 从到达成都大运村的第一天 他就开始交换徽章 每一枚徽章背后都代表了一段新的友谊 如今他已经交换了15枚徽章 在成都大运村互动体验中心外 一位印度游泳运动员 头戴麻将发菇 正开心地和朋友聊天 而他头上的麻将发菇 是他用一张手工绘制的 印度树叶书签换得 通过这个礼物 也让他知道 麻将是中国的一种特色棋牌游戏 这就是我做的事 你也不知道什么 你会从哪里 所以这是玩意 当我坐在巴士 在飞机上 我会成为新朋友 我还拿了那些中国学习的词 100语字 您好 谢谢 她在达成军 我写了她一个生日的卡 还有其他朋友 从其他国家 漫步于成都大运村 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成员 志愿者 工作人员们 互相问好 拍照合影 中国香港代表团 武术项目领队 美雪莹 将自己交换到的徽章 都放在了随身携带的小包里 她表示 在大型体育赛事中交换徽章 不是现在才兴起 我最早知道 900已经是这样开始换了 这个是很好的机会 让大家交流 走路在街道上看见 都可以打开 可以教官吗 然后你来自什么地方 就一个说话聊天的好机会 通过这样 也认识了很多国家的文化 都觉得很好玩的 如今 互换徽章 已成为成都大运村的热门游戏 全球各地的运动员和志愿者 也通过互换特色徽章 开启一段全新的友谊之旅 Hello I'm from Georgia and I love China China's people 互换五十换十换赛事 本歌状搜索高峰 但是我觉得还是小绚心仅 都可以拍摇